借味良药第26G 借色厌倦期 手淫导致多汗 视力问题 借色厌倦期 借色厌倦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也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问题 很多借友都曾向我反映过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常驻借色吧 肯定会发现一个现象 那就是来来去去的人很多 很多人刚开始借色决心极大 借色热情高涨 无奈一鼓作气 载而衰 三而结 墨基周就消失了 又回到了过去 特别是破戒后的借友 一旦破戒 借色决心和热情都会大幅下滑 借住借住 就不想借了 看不到希望 只有绝望和无奈 其实这就是借色厌倦期 不管你是什么人 都会有厌倦情绪 这种厌倦情绪在其他领域也很普遍 比如你听一首歌 刚开始感觉非常好听 听鸡周你可能就厌倦了 再也找不到当初的那种感觉 剩下的就是厌倦和不耐烦 食欲方面也是一样的 刚开始吃某样美食很喜欢 叫你天天吃 可以吃的你享土 手机也一样 刚开始特别想拥有一款手机 用久了就没那种感觉了 就会觉得这款手机也不过如此 再也没有当时那种激动的感觉 应该这样说 人是一种容易产生厌倦的动物 在借色方面也不例外 很多借有厌倦了学习 厌倦了借色文章 懒得看 懒得学 不耐烦 一旦出现借色厌倦情绪 是极容易导致失败的 这就像一支部队低势气不振 很多人不想打仗 想做逃兵 这样的部队根本没有战斗力 如果你出现厌倦情绪了 要学会马上克服 及时调整情绪 让自己的借色斗志重新饱满起来 一支部队墨士气 就是一盘散沙 一支部队有士气 凝聚力就强 个个如猛虎下山 佛教修行也讲究 勇猛精进 不能有懈怠心 要保持恒心 但是人难免有厌倦情绪 因为人是有惰性的 所以一旦出现厌倦情绪 我们要及时调整 就像一支表走慢了 我们要把它调整到正确时间 我的借色厌倦调整办法 说实话 我也出现过厌倦情绪 但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概念 就是情商 情商就是情绪智商 情商包含了自制 热忱 坚持 以及自我驱动 自我鞭策的能力 情商和智商不同 情商是可以后天席得的 就是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的 当你通过学习知道 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 那么你就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情绪 而不是被情绪控制 一个人的情绪是可以主宰一个人的行为的 很多借有破戒都是情绪破戒 一出现无聊情绪和压抑情绪 马上转变成熟银行未来发泄 如果你情商高 懂得调整情绪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所以我们必须学会调整情绪 这在借色的道路上是异常关键的 出现无聊情绪和压抑情绪 我们要及时调整 出现厌倦情绪时 我们也要及时调整 让自己的借色斗志重新振作起来 借好每一天 不仅学习借色文章会厌倦 解答问题也会产生厌倦 嘉兴有向我反应 说他对解答也厌倦了 出现了退隐的想法 这时候我建议他要注意修养 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 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就减少解答 否则带着心理疲劳去解答 只会感觉更累 这种累其实就是心累 心累是很容易起退心的 说白了 就是不想干了 学习借色文章也是如此 刚开始借色热情高涨 你可以选择大量摄入借色之时 但学到一定程度 你就有可能出现厌倦学习的情绪 这时候 你可以调整一下 把摄入量减少些 每天看一篇即可 或者每天看几个警示案例也可以 不学习的时候要注意保持高度警惕 不要让心魔钻了空子 等过了这段低谷期 你就能重新找回良好的借色状态了 具体的调整办法总结如下 表情符号 伤心 以跑步做比喻 希望大家能更好的理解 一一旦出现厌倦情绪 要学会分配体力 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 就像跑一千五百米 跑不动了 不要不跑 而是跑慢点 继续前进 二要学会激励自己 激励自己就是在调整情绪 让自己的情绪重新振作起来 好比跑步时 你告诉自己 我能行 我能跑完 我能做到 三出现负面情绪时 要让自己保持积极乐观 不要沉迷于压抑腿肺的情绪 好比跑不动时 你想放弃 有个声音告诉你坚持就是胜利 我说过 借色后一银是一关 频繁一经是一关 这是借色道路上的两只拦路虎 如果你克服了这两关 就胜利了一半 如果你再能克服情绪关 那么你就能借得更稳定 更长久 下面再来谈下多汉的问题 出汗过多的问题 近来提问的借有比较多 现在虽已立秋 但天气还是很炎热 稍微一运动 还是很容易出汗的 出汗一定要分清是生理性出汗 还是病理性出汗 病理性出汗也就是多汗症 原因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掉的表现 中医认为多汗是阴阳失掉引起的 现在多汗是季节因素为主 如果你其他季节也这样容易出汗 那就不正常了 说明你身体需要调整了 最好去看下中医配合中药调理 然后坚持借色养生 身体就能慢慢调整过来 其实伤到一定程度容易出现二种情况 一多汗 二无汗 一般以多汗比较长线 无汗相对少一些 手淫导致的症状一般都二个极端 有人出油多 有人皮肤发浅 一般以出油多比较长线 医学上对于出汗是有明确分类的 有自汗 倒汗 头汗 半身汗 手足心汗等 最常线的还是自汗和倒汗 所谓自汗就是无缘无故 不自主的出汗 一般都是在白天病不炎热 也莫有运动的情况下发生的 倒汗医学上认为就是在夜间睡住了 时后出汗 而睡醒了后汗就止了 而手淫导致的肾虚 不管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都有多汗的症状 很多人出汗量极大 像全身洗过一样 而中医有讲到 汗者 精气也 大汗伤阳 如果出汗量太大 对于身体的恢复是极其不利的 所以有多汗症状的借有最好能及时就医 配合中药调理 这样解决了多汗问题 相信你身体恢复也会上一个台阶的 会比以前恢复的更好 更稳定 也有借有说 为何运动出汗后很舒服 莫有感觉任何不适 这只能说你阳气还是莫伤到那重程度 等你伤到那重程度 在这样出大汗 对于健康是很不利的 所以身体虚的时候一般都建议静养 运动以散步为主 这个道理和已经也有点类似 很多人身体好 已经一次并莫感觉到任何不适 但有的人以前放纵过度 现在一次已经就马上会出症状 马上感觉不舒服 就是这个道理 伤到一定的程度 很多事情都和原来想象的不一样了 当然 适量的出汗对身体也是有利的 可以排出体内的邪毒 但是出汗量过大则会伤身体 很多人运动量一大 晚上就一惊了 有的人运动量一大 症状出现了反复 所以 当身体虚实 尽量以静养为主 当阳气慢慢养足了 可以适量做些锻炼 这样对于恢复才比较有利 我建议大家可以根据运动后身体的反应来调整 有的借有运动后身体无任何不适 这种情况可以继续坚持锻炼 但一定要注意适量 并不是越多越好 而有的借有运动过后又不适感 或者出现了症状反复 这种情况就说明你现在还不是以这重运动量 可以先以静养为主 运动量先降下来 坐坐扒断紧 还有散步 等养足肾气 再慢慢把运动量提起来 但也要注意运动适量 对于手引导致的很多症状 我都是建议积极治疗的 并不是一味地要求你借色养生 而不治疗 该治疗的治疗 再配合借色养生 这样恢复才比较快 当然 也有不吃药 专靠借色养生就能恢复的借有 这类借有一般在养生上都很有心得 这样养生功夫到位 对于恢复也是很有利的 很多借有虽然积极治疗 但不注重借色养生 这样的治疗效果就不会理想 因为药权预是三分治 七分养 养生才是重点 古代很多名医看病 对患者都有医嘱 比如 远防围 节制饮食 按时起居 不要劳累等 很多借有之所以慢前久治不育 就是不懂得借色养生 这样花费上万都看不好 如果你真正意识到了借色养生的重要性 那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十几年的慢前 现在就痊愈了 化验正常 也莫有症状了 所以 有症状 药质更要养 否则万难真正痊愈 很多人靠药暂时痊愈了 一放纵 马上就又复发了 最后谈下势力问题 太素脉曰 言乃一身之精华 不疑不嗅 中医还讲到 五脏六腑之精气 接上注于目 所以一个人的眼睛就是自己五脏六腑功能的反应 而肾藏精 藏五脏六腑精华之气 手吟伤了肾气以后 人容易出现以下击中眼部变化 一眼睛无神 二眼睛无光 三眼球浑浊 四眼睛血丝 五眼睛变小 六眼皮变化 七黑眼圈眼带 八眼球呆滞 转动不灵 九眼窝凹陷 十视力下降 十一非纹症 十二结膜炎 其中视力问题是广大界有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 特别是对于学生党而言 视力下降的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视力下降的原因很多 具体如下 一用眼习惯不好 二用眼过度 三遗传基因 四沉迷手吟 五眼部疾病等 手吟应该不是视力下降的直接原因 应该是间接原因 很多人虽然不手吟 比如小学生 但他也会视力下降戴眼镜 这种情况就是遗传或者用眼习惯不好导致的 而有的人本来视力极佳 但自从沉迷手吟后 眼睛视力下降就很厉害了 像这种情况就考虑是手吟的间接原因 再加上用眼习惯不好 用眼过度 就比较容易出现视力问题了 通过借色养生 视力状况是有望改善的 眼睛的不适感也会有所缓解 如果视力问题对你来说是个大困扰 那么将来也可以考虑激光矫正 一般坚持借色养生 人的眼睛会重新变得有神 有定力 有光彩 光彩是个很微妙的感觉 就像一个电灯炮的亮度一样 有的灯炮亮 有的灯炮暗 而人体阳气足 反映到眼睛上 就是眼睛明亮有光彩 反之 就是无神暗淡 你去观察下小孩 你就会发现小孩不仅肤质极好 另外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就是眼睛明亮有神 给人一种清澈可爱的感觉 而成人的眼睛就差了很多 一方面身体漏过了 另外就是生活习惯 比如抽烟熬夜酒坐等 这样身体里面伤掉了 自然会反映到眼睛上来 我那时沉迷手音 眼睛无神 缺少定力 一种狠默自信的感觉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通过借色养生 我的眼睛又重新变得有神起来 比起以前自信了许多 也敢和人直视了 有底气了 我见一有视力困扰的借友 一定要建立起良好的用眼习惯 上网要控制时间 看书学习要保持良好的姿势和距离 注意休息 然后一定要戒掉手银 学会养生 可以再加强些营养 这样视力下降的问题 就会得到有效的控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诺参照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